大家好,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许多人习惯以一颗鸡蛋作为早餐 稍后在午餐时可能再品尝番茄炒蛋 而在下午饿时则享用一颗茶叶蛋 但究竟一天可以安心使用多少颗鸡蛋呢? 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 采用低碳饮食 包括每日摄取三颗鸡蛋 对于年长者具有相当的益处 不仅能够降低患上二型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的风险 还能协助减重 研究,每天吃三颗鸡蛋可改善胆固醇 一项发表于营养与代谢期刊的研究 由阿拉巴马大学博明罕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 指出鸡蛋对于人体的动脉健康有所注意 每日摄取三颗鸡蛋能够改善整体胆固醇水平 并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项研究涉及了34名年龄介于60至75岁之间的肥胖者 他们参与了为期8周的低碳饮食或低脂肪饮食实验 实验结束后 发现采用低碳饮食的受食者平均减少了9.7%的体脂肪 而采用低脂肪饮食的人只减少了2%的体脂肪 此外,也观察到低碳水化合物且高脂肪饮食 似乎对年长者的健康有特殊注意 研究结果显示 参与低碳饮食的受食者的胰岛素敏感性有所改善 及他们的空腹胰岛素水平下降 显示他们罹患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的风险减低 此外,采用低碳饮食的受食者大腿骨骼积量也有显著增加 研究人员认为鸡蛋是一种极其重要且一样丰富的食物来源 对于生长、发展以及维持肌肉质量至关重要 低碳饮食可能对于65岁以上的人群带来特别的好处 因为这个年龄层的人群属于慢性疾病高风险群体 同时也需要保持良好的肌肉质量 这向美国研究为吃大爱好者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特别是年长者 每天摄取三颗鸡蛋不仅有助于改善胆固醇水平和心脏健康 还有助于减重 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健康选择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